嗨大家好我是瑞爺 我們今天要來看小黑冠軍艾西卡 怎麼打阿力的這個海選賽的三張危險圖 讓大家有在玩阿力的玩家可以知道 三張危險圖大概是怎麼樣的跑怎麼操作 那他今天有達到這個16強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會看阿力的16強會投給艾西卡 所以大家如果想投的不知道投誰的話 可以跟我一樣投這個艾西卡 因為他是我們永遠敵神 從飛輝開始就是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講解有這個 他就是小黑冠軍艾西卡 我們看的是這個人的視角 我特別跟裁鋒借的 好的 那我們就來先看第一場暗之獄 暗之獄他帶的東西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這場是弱水 我會特別暫停給你們看一下 好那這邊看到他是三勾套 然後加忍中加龍手 還有海邊捲軸 海邊捲軸一定要帶 然後天津苦無 然後斷巢就是豬雀也可以 他有他的打法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解說為什麼要這樣打 那我們就戰鬥開始 他一開始就是翻滾翻滾 然後他是模擬器玩家 他這個滾的應該是手戳 因為他這邊就卡滑了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瘋狂按下跳 就是他射兩個鍵然後按很快 應該不是用什麼連點 連點那種東西 因為連點的話會黏在地板上 好那他最後這個傳送門這邊 他都是從上面飛過去的 這邊倒還好 這邊都是蠻簡單的 後面的話我真的覺得有點厲害 這後面這個我沒跑過 沒有跑很熟 我看不懂那個傳送門的位置 我就看他一直這樣亂翻亂翻 然後就過去了 你們也可以記一下路線啦 如果你們在玩阿力的話 你們可以學習一下 學習一下 參考一下 我是覺得這個他打打法跟他的配卡 都是蠻有參考價值的 還有武器 如果你們之後配置到啦 或者是 呃你們配置不夠 但是可以從 再打三打三之類的 可以從中學習 之一二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他這邊就會下班 然後鑽上去 下班鑽上去 呃我昨天玩到後面 才發現有這個打法 而且要有鞋子喔 有零勾鞋子 或是沒勾都可以 然後這邊第一張買了一個虛弱 然後再買了一個燈籠 他是壞的 他竟然買了燈籠 好 那這個燈籠應該是因為 這個遊戲前衛剛好不夠 對面丟了一個卡牌鏡子 然後再丟了一個腳械 所以他一開始什麼都不能動 然後他的大絕招呢 我看了好幾場都一樣 他的大絕招一開始不會丟 他會等這個蚊子這個板子 飛到臉上那個板子在丟 所以你們可以注意看這個東西 然後他的卡牌鏡子沒了 就馬上開了iPhone 然後丟了虛弱 讓對面沒有辦法輸出 可是對面你打條四條血 好 剛剛那個蚊子飛到那裡的時候 就是 準備要飛到臉前那時候 他就會丟這個蚊子 戳這個蚊子之後 他就會等到差不多揭苦 讓這個蚊子停在這個蚊子的臉上 所以都是滿滿的細節 不說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好 反正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打完一套之後 蚊子就會往後飛 然後他帶的是王者祝福 他沒有再帶那個魁首了 因為魁首在阿力身上 可能沒辦法 就是不能用錢直接把王秒掉 還是得靠這個攻擊力 跟小黑不太一樣 雪武林的話應該就會用魁首 因為雪武林的傷害夠高 就是阿力的傷害不夠高 所以只能這樣子打 就是一定要帶王者祝福 增加攻擊力才能一套秒 他們一定都是講求一套秒的 然後他這邊就進這個傳送門 進傳送門 然後踩滑板 然後這邊進傳送門的時候 會炸寒冰 然後再慢慢的滾下來 然後上去 然後吃個風球 然後往前跑 然後接下來就記得跳起來 吃完風球這邊要記得跳起來 因為我昨天玩的時候 也是一直沒跳起來 就會被刮爆 王者祝福就狂掉 好 那這邊再進這個傳送門 然後下班 傳送門下班 然後第三個傳送門 就準備跳滑一下 加個樹 OK 那這邊就到王了 不過他這個打王這一場 有一點小小失誤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然後冰椎樹 跟這個姻緣罩是要買的 姻緣罩主要應該是 他如果寒命炸掉的話 在前面一開始被人失誤之類的 他可能就會在跑P2的時候 需要那個姻緣罩去過那個傳送門 好 他這邊開了一個iPhone 然後戳丸子戳在這邊 但這個丸子 他是可能要堵板子 這堵板子就是 可能要堵血影 他到跳臉上之後 不會去背板之類的 我也不清楚 也有可能是這樣丟是最好的 反正他一定會去背板 然後他這個 血影在天空的時候 他就用水珠雀 斷槽 衝過去 可是他這個 這一場他的 王者祝福被打掉了 有點失誤 就是 他冰椎樹也沒丟到 他如果 他的想法應該是 就是讓 那個血影在上面的時候 他直接打到六條血 用斷槽配合冰椎樹 然後 跟那個王者祝福的攻擊力 直接把這個王壓到六條血 壓到六條血的時候 那王就會再繼續定在上面 不會動 然後這邊iPhone又炸空了 因為前面節奏錯了 所以他就有點怪怪的 反正對手還差很遠 他就沒有太在意 你看他六條血的時候 血液 剛剛就在天空叫了一下 然後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苦無又空了 因為他想要 偷偷卡雙倍 其實這邊 如果想要卡雙倍 就跟我一樣 什麼都卡不到 就變0倍喔 好 他這樣子 讓了一個對手 一個iPhone武器 跟一個苦無 的對手的血量 有極起直追的跡象 不過我覺得應該還是蠻穩的 因為對手 傷害應該也打完一套了 阿力沒有那麼高的爆發力 好 這邊衝過來 除非他這個在空 他如果再把iPhone再空 這場就又下去了 還好沒有空 而且這個 這樣衝有可能卡到雙倍iPhone 好的 那這個血液就倒地了 那這場他還是輕鬆的拿下了 這思路是這樣子啦 那你們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的思路是不是可行 他一定是練過可行的 好 那這邊是鹽之窟 我們就來看這個鹽之窟 對手是Galala 好 這鹽之窟他帶的東西有點不一樣 他帶了這個龍首跟鬼劍 然後是雷、鳴、劍、劍、劍、苦無 海邊捲軸 OK 大家記得一下 我也不太記得為什麼他要這樣帶了 我們就來一起看一下 那這場是什麼魚壁 吃魚壁會加錢的 OK 鹽之窟開始 他翻滾翻滾下去 翻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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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跳小跳小跳 喔好強好強 他這也有可能是那個啦 也有可能是那個 用那個 暗箭直接射瘋狂連點 我也不確定 不然怎麼可以挑這麼絲滑 太扯了吧 然後這邊就不吃雷盾了 因為那個雷盾吃了也沒用 然後他就這樣翻滾過來 然後下去 然後吃三代潛潛 然後再上去吃這個火球 然後下翻 然後再翻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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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往前過這個傳送門 然後下去嚕一下 喔 他這樣嚕就代表 他帶的是那個 不滅 欸不是 是勇者祝福 勇者祝福 勇者祝福 就是受傷會加攻擊力 我猜應該是他應該帶那個 受傷會增加攻擊力 所以他這邊又撞了一下蝙蝠 撞了一下蝙蝠 OK 然後切了一個蝙蝠9塊錢 喔這樣是幸運 非常多錢 好 他還是移速的加了200塊 然後這邊他選擇迴力鏢跟封印 我們就 他還帶了一個兩敗巨傷 之後再看為什麼要帶兩敗巨傷 然後 呃 對手使用了護風喚 結果是代價 結果不是很好 如果抽到即死還有機會 好 那他這邊弄了一個雷鳴劍 王衝過去的時候開雷鳴劍 然後跟那個卡牌武器 弄完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他接下來怎麼打 他扣著大絕 讓這個王在12條血的時候 跑回去 跑回去 然後等一下 看他應該是會等一下 OK 他們這個要等王跑回來 然後他丟了一個封印 剛剛忘記講 那這個對手 打到一半的時候 他給人家丟封印 然後他在這邊要準備開大絕了 就是王要衝回來那一刻 他就開大絕 然後 丟出大絕 然後讓這個丸子戳到這個王之上 這樣 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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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 這王越來越接近 OK接近了 然後這個卡牌武器有就丟 有就丟 然後雷鳴劍也是有就丟 OK 直接出土 哇這傷害真高 他這個 用這個 勇者祝福的傷害確實很夠 那你們可以試著用一下 勇者祝福跑這張圖 勇者祝福用這張圖 跟十字穴都是比較強的 王者祝福只有剛才那個暗字獄比較適合 好 在這邊就是很常規跑法 這圖已經 陪伴了我們那麼多個賽季了 大家應該都會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說的 不懂的話請自己觀賞 畢竟小丑都演示給我看 給我們看那麼多次了對吧 欸沒錯 這個連小丑退更前就有這張圖啦 這張圖真的是玩的有夠久了 還不會跑就打屁股了 OK 那進這個傳送門 不過他這邊跑的比較不一樣 他是往下走 這樣好像會比較快一點點 這邊你們可以稍微細節記一下 然後這邊還射了一個卡牌武器 然後走下路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有比較快 這我真的不確定 但是他這樣子也是蠻帥氣的 因為畢竟跑了一個我們沒看過的路 然後他的回力標還沒丟掉 回力標時不時用我不太清楚 然後對面是因為抽到一個加30塊那個嗎 所以他拿去撞嗎 我也不確定 因為他已經撞滿了 左上角那個圖片已經 好像已經變一個滿怒的狀態 OK那這邊他選擇了這個 兩敗巨傷跟鏡星 兩敗巨傷跟鏡星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子帶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OK然後還有看大絕時機 我們很多東西可以看 他撞了一下撞了一下撞了一下 也有可能還沒滿 我也不知道他在疊什麼 好他現在按了一個雷弓 再按了一個雷鳴鍵 然後再按了一個手裡鍵 喔對面丟了一個詛咒盾 很尷尬 這個按了一大堆東西結果被詛咒了 很衰 OK他手裡鍵還是繼續丟 人之一盡 好可怕 好現在他這樣子按了一個苦無 把副武器開掉 然後丟了一個東西 然後炸了一個寒冰 然後對面丟了一個字盲 雖然他這邊很慌 對面還丟了一個飛鏢陷阱 他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 只好把大絕丟出去 才能按那個鏡星去看那個畫面 然後對面又丟了一個飛鏢陷阱 喔對面他真的是想要張死 張死他耶 喔唷 差點就死掉了 喔還有龍烟雨耶 哇雷弓打完沒死還剩一條血 非常的危險 非常的危險 他的套路 差點掛掉 還好阿力血夠多 還好在神之下不會有事 差一點就被張死 真的就差一點點 這個對手的套路可以喔 可惜了 就是可惜了 如果他的那個呼風喚雨 可以抽到即死 那這個艾西卡大概沒救了 好的那這邊就勝利的通關了 不小心被艾西卡又贏了一場 不過他的套路應該是可以秒殺的 可惜看不到 我看了很多場也沒看到炎之窟 炎之窟他打的蠻少的 基本上每一場都是 暗之獄跟十字雪 炎之窟他沒什麼遇到 那我們的十字雪也是陪伴我們很多場 也是小丑在的時候就有了 那我們來繼續看這個十字雪 他這樣滾滾滾 然後飛過去 然後滾滾滾 然後飛出去 然後踩一下 這個要有鞋子才有辦法這樣操作 他這個我們沒有鞋子的男人 是沒辦法這樣子玩的 OK他這邊拿到一個捨身庇護 然後賺了錢 然後進這個船門 飛過去 好的 然後這邊速度還是比對面快 然後這場他帶的應該也是那個 勇者 勇者祝福 看左上角圖示好像略懂一了 我現在開始懂 然後這邊會撞兩個石頭 然後進傳送門 然後直接下翻 然後開始狂撈 撈到炸寒冰 就是一個以前PO過的勇者祝福路線 他可能有點小改良 你們可以學習一下 然後到炸彈這邊 如果你頂不住就按這個雷弓 不然有點危險 然後再飛過去 OK 然後這邊就移速 通靈號角 喔他這個是魁手欸 對不起 原來 他帶的是魁手啊 那上一把他帶的是什麼 不知道我是雲玩家 請糾正我 抱歉 你看有沒有見 原來他是魁手玩家 對不起 我們一個說錯誤會 人家是魁手玩家 人家沒有在家勇者 在壓著勇者祝福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 對面出了一個盾 這個人家說王自帶的一個盾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打 然後破盾了 然後按了雷弓 然後按了個iPhone 哇怎麼辦 我是雲主播 雲主播就是繼續雲 沒關係 今天雲完之後明天就不雲了 然後全部按完之後 然後按個老鷹 老鷹可以 喔 劍切劈的時候 你用老鷹可以打出非常沈亮的傷害 欸對面的傷害不低欸 對面也剩一條血欸 只是他這邊剛好全部按完 然後一套秒 剛好一套秒 然後騎著鳥飛走了 OK他這邊現在是像帶了一個風 然後開始滑 開始滑 然後下去 然後開始滑 然後這個風一直打 喔對面吃到一個強力 對面還有點機會喔 然後往上飛 開始滾 咻咻咻 往下滾 後面這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了 大家都會玩了 這很久以前的圖了 這個 應該 下一季應該就要改掉了吧 這些圖已經陪了我們兩三季了 有夠久了 該換一點新玩意兒了吧 OK他這邊開了一個iPhone開炸 喔他後面這個跑得很厲害喔 你們可以學習一下 這個反正我是不會 超牛皮的 你看他們這樣他這樣子 啾啾亂跳一跳就過去了 好的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他這邊應該是撞那個雷電 原來是賺錢用的啊 他是用阿力撞雷電賺錢啊 他上一場騙了我啊 難道他上一檔帶的不是永柱嗎 那請各位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他上一場帶的是什麼 好的 這個是封印 四象封印跟一個小冷樹瓶 他買了四象封印跟小冷樹瓶 然後是一個雷龍 為什麼要帶iPhone喔 帶iPhone是因為這隻龍 有兩隻 所以你帶iPhone的話可以打兩隻的傷害 會比一般的武器強 然後在龍準備飛起來之前 就先開這個大絕 讓這個球球飛過去 讓球球飛過去 然後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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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然後就可以一次卡到兩隻 那個大絕球就可以卡到兩隻 然後按了豬瓦跟iPhone 然後撞了兩個人 他這邊應該是忘記換斷槽啦 斷槽係數比這個豬瓦高 他忘記換了 然後他把小冷樹瓶喝掉了 他可以準備再開第二次大絕了 這就是那個愛喜卡的一套流 然後還有一個老鷹 他應該在等第二次大絕 然後就 第二次大絕 然後準備 按通靈號角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他在想辦法炸出那個能量 就差一點點很酷 就一直差一點點 然後按了一個iPhone 然後有一個雷弓了 應該準備要有大絕 沒有 因為沒有那個 哇 對面的傷害 直接快把海王尻爆了耶 火系愛喜卡一定很緊張 可是他不丟 他不丟出大絕 他沒有辦法放老鷹啦 OK 他這邊老鷹跟球一起來了 之後傷害成盾的超越 瞬間超越了 OK 還好 差點就輸了 感謝你們的觀看喔 謝謝看到這裡的觀眾朋友們 感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